说你看两千年十月份啊 渡城啊 跟这个丁军伟联就好了 都知道丁军伟开这个云顶啊 云顶这个娱乐城大酒店 那只是一个交流状态的手段啊 别人给他爸给他行贿的这一个手段 你往那里面存个一百万二百万 你敢花呀 你上那家去消费家啊 也不可能去 哎 为了拉动关系 一年呢 不保守的时候 收几个亿没问题啊 这个渡城啊 回去之后啊 乐乐呵呵的 宝哥一瞅 说那个上哪去了 这怎么样啊 柔哥 渡城就讲了 这个经过就不重复了啊 这操了 没招了 就得跟丁军伟这交好了 那咋整啊 整不过他呀 啊 驯服他吧 小野马 小批批就得抽上 宝哥一听 这怎么丁军伟也入伙了 跟他又好了 刚玩几天 认识几天呢 这怎么就哥们了 渡城讲话也好 也厉害 他整不过你呢 那就得玩着在一起 宝哥从那一天开始啊 有点抑郁了啊 因为宝哥你们都知道 宝城组合 利益要受损了 日后看宝哥说的没错啊 那宝哥一瞅 他他娘的那小 他爸二号人物啊 都大天了 我哥给全国 他排不上前十啊 啊 他绝对排不上前十啊 战哥有点拳 那也排不上前十啊 他只是小五个的总票吧 的 遭伟的军啊 都差远了 完了宝哥还不在亲弟的 是个表弟 那大致都排不上 就跟蓬叔了啊 那都懒得直背了 要这么算 宝哥心想话了 以后不得叫 不叫伟成组合啊 成维组合啊 这他们挣钱 我还能挣着不来 宝哥也不是说的 那个小心眼啊 这确实 啊 农村宝货到今天不容易啊 大致他们也也争啊 那宝哥压制 这不完了吗 说他妈的 我得挑坏 我不能让他们在一起好 宝哥当时还这么想啊 然后接下来 让宝哥更加狠肚承了啊 那你看两千年 这这一天 这一天吧 宝哥没啥事啊 那也得看人肚承啊 怕这个自己老头飞了啊 讲话先两口子之类 干啥去啊 没事啊 上那个云顶啊 跟伟哥喝酒去 不是 至于吗 好两天就黏上了 那咋你去啊 你去就一起去 伟涛讲话 伟涛也知道啊 他那丁军伟他爸 能管着我爸呀 那个我也去啊 然后诚哥讲话 走吧啊 一起去呗 大致 智哥去吧 你智哥就知道 不往那圈子混了 垃圾不倒吧 黑人会挺尊重我 你们不行啊 那个我辽宁钢团 还有点事啊 我先上那个逛上看看啊 木槿逛 咱讲过 智哥不跟他们玩了 啊 还有谁呢 还有那个孙童他们 哎 小咖咪啊 跟着跟着这个 就北京的这些 王会啥的啊 都城之领 他们天天上云顶 啊跟伟哥也见面了啊 大伙也通过知道 说说伟哥啊 跟杜成好了 打仗 不打不相识 这咱就不废话了 这一天 正来的喝酒的云顶 这一个包房里面 杜成的电话就响了 我跟你学习来 电话的也是谁啊 一米八九的大哥 啊 眼睛秃秃的 啊 瞪眼珠子贼一下人 啊 这笔内蒙的 姓袁 他他妈都能挨送 哎 杜成啊 杜成啊 你杉哥 哎呀 杉哥 杉哥 啊 干啥呢 杉哥 没事啊 我在北京喝酒呢 啊 咱们那杉哥 那啥 我 现在 我明天 你有没有时间呢 我有时间呢 杉哥 啥事啊 我明天上那个 广东那边 那个开个会 啊 我信你有时间吗 坐飞机去溜溜的 行啊 那定居委在牛逼 也没有私人飞机啊 那种那个武装直升机 还小对对的那种呢 行啊 杉哥 那我这个还有几个人 嗯 再回你别领那些水桶啊 那什么金利又老黑的 又又又那帮人掏墙的 啊 受拘束 你也知道你杉哥啊 你杉哥的人呢 不啥喜欢受拘束啊 然后你带着人吧 玩也放不开 啊 哎呀 那杉哥 那没问题 到时候我给你介绍朋友啊 你看行啊 咱们就一起去 不行就拉倒 行了 那我明天的飞机 你订好人吧 哎 最好别抄我三个人啊 我这飞机装不下 我还有警卫啊 行 杉哥 那明天啊 明天过来 哎哎哎 电话一溜 啊 维哥 你知道那个内蒙古的云山吗 你看杜城也会来这啊 先可那个人家 啊 丁军伟问 丁军伟一听 老云家那个云山呢 啊 那我知道啊 他家那牛逼 祖上皮我爸的牛逼 啊 确实那三个岁数大呀 四十七八了吧 三个人挺好 这不把三个大大咧咧的性质 帮我面手办事啊 三个有私人飞机啊 他小对对的 是吗 我操我还没见过他 听过他 那个明天上广州开会啊 可能过两天开会 要领我去留的 你去不 每个讲话去呗 上广州 我愿留的 丁军伟也愿留的 杜城愿留的 是我愿留的 杜城讲话 那就一起吧 咱坐三个的飞机啊 这个伟涛一瞅 那个杜城啊 我我也去 那都知道三个牛逼 那那丁军伟牛逼 往一起玩 那都对父亲有帮助 我也去 我也去 行伟哥 算你一个 我这一瞅不着 我呢 我 不是 飞机坐不下了 人家飞机是小飞机 就武装直升机 能完全做十来个人 你三个还带六七个 警卫你 坐不下了 玩呢 他我一人啊 我说那你看一三个说别超过杀人 啊那王晖得有自知之明啊 说那个城我就不去了啊 啊 行行行 会哥不好意思啊 以后有机会的啊 我不去了 我不去了 你王晖也够断了一批宝哥牛逼啊 王晖他爸 人他妈的最高高小发法啊 一把 宝哥一瞅不着 你让我去吧 你这啥玩意 你这这两天 你这不都都凭我进呢 不是我这咋的 小城两块呢 坐不下了 坐不下 我起战票 操你吗 我我我站得去 那北京到广州就俩有失败 最多了 我站得去还不行吗 咋 带我去吧 啊 带我去吧 求你了 老铁们 你们说带宝 带宝哥去 我脚的宝哥挺可怜 那行 带上吧 宝哥啊 你站着去啊 行 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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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妈 宝哥起个战票 啊 撒谎儿子 也你那个警卫都不在给你宝哥让座的 你三个的御用世卫也比你宝哥牛逼 啊 你就记住了 你眼前不带给你让座的 这不吗 时间来到第二天啊 然后杜城一上车 一上飞机 啊 三哥 三哥 啊 云山一瞅 哎呀 我不说不超过仨人吗 这不超远了吗 这飞机也危险的 这不行啊 啊 空中气流啥的 这不行啊 啊 三哥 没事 那个宝哥他站着去啊 小宝那个 我宝哥他站着啊 他站着 站着也不行啊 那站着那多危险 那气流那一逛有 那能站住吗 宝哥讲话呢 那 山哥你让我去 我求求你了 我趴着都行 我钻凳底下 能绑着我去都行 我就跟你们溜达溜达 哎呀 那你上后面 那凳子底下钻着吧 撅着那个阿子 那卡着那个阿子 安全 宝哥最后没站呢 是咋的呢 是咋的呢 是咋的两个那个 世卫中间那个凳子空 啊 夹着啊 蹲着没有小马杂 人家谁能坐小马杂 那飞机啊 没没准备啊 也没空间 撅着屁股 赶那个两个 那个凳子中间 你想想吧 撅个钉啊 那怕你站着来晃悠啊 赶那个阿子 擦他妈 撅两点也挺累啊 飞机飞到广州 也得两小时啊 然后宝哥 他妈的一路啊 也挺委屈的啊 说他妈 丁军委来了 你说丁军委不来 你说你说 我是不是也坐在飞机上了 你说他妈 试问这社会 还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 妈的丁军委啊 妈你早晚点爱揍 我这乌鸦嘴 我无双宝说话挺准的 这三个一瞅 哎呀 这个你是老丁家的 这个这个儿子啊 因为三哥 不知道那个老丁家 那个啊 有私生子啊 丁军委一笑 是三哥 挺尊重三哥的啊 三哥 我是那个 丁 那个 的儿子 啊 哎呀 我想起个事了 不疼啊 你不让我 前两天不打电话 让我帮你收他吗 让我削他吗 揍他吗 是他不 啊 是丁军委不 啊 这怎么在一起玩的呢 你哟 小诚讲话 不是 三哥 别瞎说话 关于出牢好了 哪有给你打电话 你不前两天打电话 那个 让我揍他吗 你问我 你说你找那个什么 阿湛 又又又又又 又什么王源的 他不帮你 你找我吗 丁军委一串啊 找云山揍我啊 没 啊 都哥们啊 那个过去就过去了 丁军委啊 你也别那啥啊 小诚前两天找我 让我揍你啊 然后我说我不能揍 那都属于晚辈的啊 我跟你爸岁差不太多啊 你叫哥也行 叫他也行 我不挑 三哥 我跟小诚是好了啊 因为我也整不死他 他他妈的 没招了 就得跟他处啊 我听说跟他好的 多样的奏啊 云山一瞅 还有这历史呢 哪天你也打我一顿 三哥 你别吓唬我行吗 咱好好老吃 云山讲话 跟你惯的 云山敢打 其实丁军委 你为啥犯不上 我说过 不是自己家族的事 云山也不惯着人 说你看 三哥 咱们上广州 你上哪开会去 上广州 还得过两天呢 得四五天以后开会 我上那溜达溜达 丁军委一讲话 那玩吧呀 上哥 玩啥呀 有啥玩的 广州啊 你不知道吗 都说南东莞 北长村 你没听说过吗 啊 杜城一听过 啊 心情啊 啊 那到广东 不到东莞 你就相当于他妈的 看电视 没买票一样啊 那你必须得去 那啥呀 云山讲话呢 东莞 云山不是庄户 他他不玩 就玩一个 说没人领他玩 谁你敢领他玩啊 云山讲话 东莞怎么的 山哥 那个 那个小娘们老多了 小娘们啊 还有赌场啥的 什么玩意 五七八糟的 啊 我跟你说 那赌博绝对不行啊 那赌博不能有啊 不是 上哥生气了 上哥 那那 丁军委讲话了 赌场那咱别去了 不是 不是赌博可以没有 赌博 啊 哎 山哥 不是上哥怎么的 不是赌博可以没有 你们都都懂 是不是啊 啊 老哥讲话了 女人行 妈的脑子这么慢呢 不是 我 哈哈哈哈 三哥 你看咱哥们 你就直楼呗 没人笑啥 这没外形 不是 那个 准事吗 准事 不能有那个什么 记者拍照啥 上个报吧 那不能 谁敢那三哥 一句话 那该广东找叶三哥 擦你们整死的全家 也是哈 他妈他也不能报 我呀 他把我不整死他吗 啊 咱去溜达溜达 我也是男人啊 我这没事领我玩啊 啊 那玩好玩吗 老好玩的三哥 走吧啊 杜成就说了 说三哥 我跟那个长村 有个叫赵红林赵三的 这鼻是个老千 啊 耍钱贼厉害 我俩开个大营家酒店 啊 也挺好 你要不嫌弃 咱上那 听据维讲话了 我怎么听那个啊 有一个什么 太子酒店挺出名的 我朋友去玩过 你说太子酒店呢 那个好像也挺大 我还有一个朋友 叫白毛鸡 赶他开新东太呢 新东太呢 酒店老大了 也是啊 然后我找找我朋友 咱们都就不花钱免单 啊 这个坐飞机啊 这很快 两个多小时吧 就到了东莞了啊 警卫留了四个 啊 三哥只带了四个警卫 然后呢 又带了当时杜成 宝哥跟这个 伟涛 还有当时这个丁俊伟 他们拔个人啊 以三哥为首 三哥岁岁大 那你看 打了两台车 都没用他那个派车 那派车 他车号太大眼了 都真的啥车 打车就奔了 这个太子酒店 来到太子酒店呢 这个太子酒店呢 大伙都知道 全国大人物 有钱有权 都往那家湖那些年 所以说 你不显然不露嘴 这三哥也很低调 啊 两台车到那个 你瞅他打车来的 他根本就没什么待见了 然后几位啊 咱就不用多说了 啊 说几位几位 行住住吧 办住住的时候啊 三哥有个卡 讲话呢 那无限透支的啊 你就不 你就有人还 你就不用谁还了 三哥把这卡一放 来吧 咱们消费几天 算你三哥的 你们也领我开个婚 啊 小警卫三哥也告好了 不能说 那绝对都够用啊 保密工作做的绝对好 那不敢说啊 哎 这不嘛 卡一压那呢 老体啊 他们几个就入住酒店了 这个四个小警卫啊 开一个房间就在三哥的对面 三哥开一个啊 然后那个丁军伟渡成他们每人开一个五间房间啊 然后每天呢吃就改这个楼下的餐厅特别好 太子酒店啊 能吃能住能玩的 那就不用说男人的天堂啊 就那个女的往里一站都带贴马标牌的啊 小泳衣小小的啥小美人鱼那个衣服啥都有啊 公军服啥的哎 你跟他里面一站啊 你巴巴巴一点 然后楼下什么KTV桑拿啊 咱就不用多说电影院 接下来啊 老体啊 玩了两三天 赌场楼下也有啊 富二楼还有地下赌场 相当大了啊 资产输了 比澳门都基本牛逼 有些赌场的当地也 但是老体 三哥不好赌啊 也不让赌城跟着谁跟着谁玩 丁军伟他们玩 啊 大伙也都板住了啊 没玩 那这一天呢 三哥有点他妈的玩上瘾了 说今天呢 啊 挺好 昨天那九号挺好 咱们还要九号 咱们上楼下唱会儿 他们这几个人啊 就来到楼下一个包房 这么总来嘛 都待两三天了 开会还敢趟 三哥带着预前四位 四个人 身上还有家伙事 啊 老铁啊 这不嘛 在这个酒店玩 KTV唱歌 三哥唱的也不好 大伙瞎就不唱吧 反正就喝点酒吧 都是好酒 就在这屋里面 唱顿KTV都得十万八万的 这不大伙搂着肩膀啊 嘎嘎就唱 又唱又跳的啊 三哥的钱没白花呀 三哥的双手没离开 咋呀 咋呀 三哥的钱不白花 挺押韵啊 三哥的钱不白花啊 三哥的双手从来没离开 啊 离开人家这个 哎 三哥乐乐乐乐玩得挺好啊 该说不说该内蒙 三哥不敢玩 那影响都不好啊 啊 这最起码这是外省啊 这不玩来玩去的吧 可以这么说啊 三哥全套都享受过了 人家就玩了 这不当时杜成他们玩的挺好吗 但老铁啊 谁呢丁军伟 这比喝点酒吧 就变个人 这个丁军伟 当时两千年 你们回忆一下吧 很多人呢 都没见过或者没听过 手机能照相 丁军伟 给飞机上就是 来 三哥啊 杜成 军伟来来来 喝个影 啊 宝哥都没照上 宝哥绝屁股感 那瞪的姐 绝了那都没照上啊 嘎嘎纪念一下了 这不晚上喝酒玩挺高兴 啊 这丁军伟摟着美妞 那美妞漂亮啊 都一米七大个啊 啊 个个都像选美冠军 是点啊 那真的 你爹是选美冠军 你未必有东晚 那个服务员长得好看 该说不是我啊 这丁军伟喝好了啊 三哥 以后啊 北京啊 有事 你找我啊 三哥 到内蒙有事我找你 上下小城啊 啊 小宝啊 啊 那个 那个小涛啊 都是弟弟 啊 岁数也他最大 这些人啊 都是弟弟啊 哎 就开始吹牛逼了 啊 三哥讲话了 好 没说的啊 军伟没说的 来快 来 喝影 来 高光是哥吗 来喝 喝影 这女孩没见过啊 女孩也没见过 这个手机能拍照的 哥呀 这是这是啥玩意啊 这是 没事 那手机 啊 能照相 来 咱喝个影 哎 哎 哎 先生 那个 啊 怎么的 啊 对你没讲 怎么的 都成他们知道了 给飞机讲过了啊 先生 你干 干什么 喝个影 喝个影 咔嚓 不是 先生 对不起 我们那个 那个太子酒店有规定啊 咱们不能照相啊 别说太子酒店了 就是全东莞 也不能让你照相啊 老铁友会说 能照相随便照啊 现在 那年代不行啊 2000年呢 那时候该说不说 还比较闭塞 然后该说不说 他们那里玩的太太滑了 太子酒店的地方啊 就是该说不是影响力老大了 你这玩 那地方老铁友 记者暗访的拍个照片啥的啊 都是名人 你知道不 就严谨服务员有隐私啊 你万一你是什么 这不特殊行业里面的 你来 你嘎下 你照个相 然后你发表在 什么新华 影响太大了 老铁啊 严谨也害怕 这么明白吗 舆论 自古以来的舆论是最厉害的 能导致任何走向啊 要为什么要自制舆论的 啊 人家不让照 保护酒店的隐私 曾经有记者暗访到那个啊 那家人抓着打扮死 那都轻的啊 纵哲就给你扔海里去了 实话 懂不大伙 我这么说都懂得吧 不细解释啊 说那个先生啊 这大事啊 这不能 我们不能拍照 严谨没讲话呢 啥严谨 不能拍照啊 不能拍照 严给你咋的啊 这我谁不 啊 小诚一吵 威哥 别跟你服务员一样 干啥呀 不让拍不拍呗 云山一讲话呢 哎呀 别照了 再照着我啊 不好啊 你别别别 别下照了 喝酒吧 丁俊伟喝点酒 谁不惯呢 啥玩意 我照相咋的 我照相回家慢慢欣赏 啊 我记不住了 长啥样 回家慢慢欣赏 服务员一瞅 先生 我受不了你啊 先生对不起 我上趟卫生间 啊 那时候他这个屋里面啊 有卫生间 但是服务员想上外面的 你也不能阻止啊 你上这种尿尿啊 管天管地管这不拉屎放屁啊 服务员起身呢 就往处走 这时候还唱歌也没当过事啊 大伙哗哗唱啊 干啥去了 直接呀 跑到当时有个指板的经理啊 就所谓所谓的看厂子的啊 那个那啥 那个经理啊啊 哎呀 小吴啊 咋的了 经理啊 不好了 208包房有几个客人啊 那个他们拿的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他说能拍照啊 还能打电话 他不就过来就就拍照 我不让他拍啊 然后 骂人啊 这当时咱说的 经理一听啊 经理姓刘 啊 叫刘耀东 刘耀东一听 妈的 啊 这事 这是大事啊 东莞那 那不能让你瞎几个拍 瞎几个路啊 啊 这走 啊 当时刘耀东 你可以说太子辉的手下经理 那也非常厉害的当地啊 那都是非常牛逼的人物 啊 一招手 领了当时十五六个保安 啊 人家保安非常给力啊 迅速啊 哎 就来到这个杜城他们的208包房了 哎 人经理还挺礼貌 帮帮帮敲敲门 这丁居伟还有云山啊 他哪知道里面坐的都是真神的 都搂着娘们的啊 啊 正唱的啊 哎 一推门啊 经理每个路程一抬头 宝哥也一抬头 啊 说 干什么呀 什么事啊 你走错屋了吧 经理穿个西服啊 上前挺礼貌 音乐关了 哎 服务员认识经理 把音乐关了 经理过来一行礼 这那个 几位大哥啊 那个 不好意思啊 咱们家呢 呃 呃 这个娱乐玩 怎么玩都行 你改这个啊 你玩出花样都行 你低拉小批边都行啊 但咱们呢 不允许照相 啊 更不允许摄像 啊 先生 那个 你这个 照相肯定是不行啊 那个什么设备 我看看 丁静伟讲话呢 什么他妈不行啊 那是普通常人不行 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 啊 丁静伟喝多了 就这样 知道我是谁吗 啊 先生 你谁也不行啊 你必须得那个 拿出来啊 删除 哈 电给你砸的 你信不信 你妈 一句话电给你砸的 啊 云山一走 不是 俊伟啊 修伟 别站好的 云山讲话的 出来玩 你挺精心的 你别整事啊 小承也说 说 美哥 拿倒了 拿出来 删了得了 啊 删了得了 这没啥用啊 有啥用 咱跟明眼照一张还行 这个经理啊 刘耀东瞅 瞅半天 这话还能照相吗 还合计呢啊 哎 那就是写上一页啊 删了啊 其实丁静伟都删了啊 都删完了 这本身没啥事的 但刘耀东啊 他也不懂 他没见过这晚上呢 啊 说那个 哥们 你这个再往下翻一翻啊 下一页呢 不有下一页吗 怎么呢 哥们 你再翻一翻啊 你往下一页翻一翻 你把那删 删干净了啊 本来这个 丁静伟就不想删啊 经理但是喝的 看不明白火候 沉膊子 说你删了 下一页 都删完了啊 丁静伟一瞅 唱你嘛 删你嘛 丁静伟拿着手机啊 直接就拍在当时这个经理 刘耀东的脸上 刘耀东就感觉脸啪的一下 那手机还是挺沉的 老鸟啊 一下子拍的脸上来 经理一回声 丁静伟讲话 我店给你咋的 你知我谁不 跟我俩逼喝的 云山讲话了 俊伟 干啥的 尾套讲话了 美哥啊 别人事 就在这时候 谁没想到的 一幕发生了 太子酒店的经理 一点没惯 丁静伟 说你妈的 你打谁呢 我跟你客气 你跟我俩这样 我去你妈 砰就一电炮 哎呀我 你怎么敢打我 回头就给丁静伟一电炮 鼻子血 当时就下来了 这时候该说 不说屋里面的这个 四个保镖啊 保护云山的这个保镖 就反应迅速了 老鸟啊 非常迅速了 如果云山要有一点闪失 那你看这几个小子 可能家人都受牵连 对吧老鸟 咱们不为也总听啊 这几个大内高手啊 该说不出 马上就起 就那啥了 摸腰里面的枪啊 就往处一摸 刚掏出来 啊 云山一手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都想 啊 谁呀 杜长一瞅 哎呦擦 打我伟哥 跟谁俩呢 这里面只有宝哥心里高兴 擦他妈该 要你跟杜长俩进面 啊 抢我二哥的位置 啊 你抢我二号人物的位置 其实杜长跟他们 定居委 他俩是谁二号人物吗 他俩都他妈一号 他俩争一号 啊 他俩谁也不服谁呀 他俩属于同级别的 啊 但是 宝哥想不明白 打他 该 这个人还看笑话呢 但接下来呀 眼睛这个经理刘耀东啊 一开门 来这边 你妈的跟我整事呢 啊 眼睛一召唤老鸟 胡拉一下 又进屋十来个 再十来个人一进屋老鸟啊 人家太子辉的酒店 太子辉是射黑的 我跟你说 第一大哥也赶到地方 第一第二 兄弟保镖全有枪 人家看厂全有枪 不要你客人带 都有枪啊 爸一进屋 进屋当时则有十五六个啊 八八枪权支下来了啊 别动 都别动 砰砰 还有俩小子放两个响吧 啊 棒棒的 点 赶这倒是 什么地方 不要命了 云山当时都蒙了啊 啊 云山讲话了 你妈的 这什么地方 这是中国吗 啊 这怎么的 没解放啊 啊 云山也不敢说话了 他的保镖不敢说话了 四个人保镖 四把枪 也能十多个 打死你 不来 来鬼啊 谁他妈惯着你啊 啊 保镖当时都蒙了 说跟大哥 这也不好混的 啊 接下来更过分的来了 这刘耀东啊 一白手 倒这赶装逼啊 啊 给我揍他 大伙呼拉一下 从丁俊伟身上 杜成讲话 你们干什么 去你妈了 砰 一勺子 给杜成一勺子也消飞了 啊 揍他了啊 我看谁给杜成 杜成打死了 就是刘耀东的手下 照着这个杜成 跟丁俊伟 去你妈 听当 当然了 没开枪打啊 毕竟是客人 一顿全打脚踢 我去你妈 打了当时都有十来分钟 给杜成跟丁俊伟 啊 丁俊伟喝多了 给他俩打的 就没啥还手能力了 哎呀 哎呀 打这笔呀 啊 太子分给压制 这事儿都得哭 死心都有 对不老铁 给打这笔呀 啊 这刘耀东讲话 云山也激了 大眼珠气气的 给死欲呀 你是 你们想干啥 啊 你们想干啥呀 你们 接下来 那个 刘经理 一瞅云山 你别逼逼啊 逼逼连你血都到 还有你 一只宝哥跟尾套 嗓一人不敢置声了 啊 一瞅人那黑洞洞的枪口 他的保镖 把枪都塞回去了啊 经理接下来就说了 这安保怎么做的 这怎么枪还带进来了 人家 啊 安保吧 看人瞎太敌 一瞅这几个逼 打车来的 可能行 攒一辈钱来体验体验啊 没行 他们有这么段位的人 也没行带枪 没搜他们 明白没 疏忽了 你到那地方 再有钱的 都得搜你身 他们那四个人 也没被搜身 这是造成乌龙了 什么 这这这这这 怎么整进来的 啊 什么情况 安保一瞅 刘经理 我们整改 他们这帮客人呢 待了好几天了 啊 消费倒不差事 也挺好的 啊 打车来的 打车来的 啊 就这样讲话 打车还能上这来 没见过打车来的 这时候 丁丁伟从地下起来了 哎呀 我操 你们这牛逼 哎呀我操 你们敢打我啊 你知道我谁吗 他妈呀谁谁 啊 没他妈打死你 杜成一起来啊 杜成也被打个逼下 但是身上都没骨折啊 都踹的 哥们 你打我样说两句话行吗 你说 哥们 你看你打也打了啊 那个 咱们的解决事啊 我给我一个哥们打电话啊 我这哥们也在东莞啊 挺牛逼的人啊 那个白毛鸡 你知道吧 鸡哥 我给我鸡哥打电话 行吗 啊 让我鸡哥来解决解决 那提到白毛鸡跟太子辉是齐名的啊 还比太子辉大半个 他是四大个人之首那嘎的东莞啊 四少之首啊 他最牛逼啊 这个 飞带墙古游人啊 太太子辉这个啊 这个白毛鸡 白毛鸡是领头的 哎 非常牛逼 新东太酒店吧 那亚洲都有名啊 东南亚都有名啊 不是寡山东莞有名啊 哎 你打一个向鸡哥来吧 鸡哥能有面子啊 这杜城拿电话 那个 那啥 我我那啥 我那个 我我我给我司机打电话啊 我司机没带来 我司机那个号 他的联系方式全由陶墙保管 陶墙那个有个电话本啊 因为杜城认人败太多了 记不住 小本都记着 那时候手机不太存储不能的可能啊 或者是存存不记不住 啊 我给我司机打电话啊 你他妈认识白毛鸡 啊 吹什么牛逼 操 哎 给杜城又一个嘴巴子 这杜城挨一个嘴巴子瞅瞅他 你 怎么的 三哥讲话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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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杜城啊 熟熟熟着 揍也挨了 杜城讲话 没行到 跟你们一起玩 挨揍我 挨揍我都不来了 睡俩姑娘们 啊 单也买了 哥们 我们走行不 啊 走行不 他要知道晕山 他们能吓死他 走行啊 买单呗 那个老板 他们买完单 让他们滚足道 再到这地方来闹事啊 下次整死你啊 看看这地方谁开的 滚足道 这不就 呱呱呱给他们 就撵出去了 老体啊 杜城跟丁军伟 不至于打的走不动 道 毕竟还是客人 啊 挺尊重他们 啊 尊重的给一对恩母人 等出来之后 一到门口啊 好 云山气得眼睛都绿了啊 云山眼珠瞪得更大了 眼珠都飞出去了 巴嘎 我从内蒙教员 太子 不是太子 他不到太子会呢 说他妈的 太子酒店 我给他砸了 云山就要打电话 老体啊 这些人各顶各都能收拾太子会 小城讲话 我找人 叫三哥 叶三哥 丁军伟演话了 巴嘎 不要不要 撕拉撕拉的 啊 不是 魏哥咋的 小魏咋的 你在这还认识人啊 你别管我啊 妈的敢打我 我找我妈 我跟我妈打电话 叫小对对 鸽炮轰啊 他这狠的 妈的他爸 那么小对对 那也属于最大的人物了 要鸽炮轰 杜城那肯定比不了了 云山还得从内蒙掉啊 还不一定好不好使 当地也要保护 还得对抗呢 能行吗 云山讲话能行吗 小伟没事 你看丁军伟把电话就拨过去了 咱不废话啊 他爸接电话非常快 反应非常迅速 老丁啊 儿子 咋的了 爸 有人打我 我在东管的 爸就打给当时啊 可以说啊 他的下属 咱们听故事之前 听的老大的人物 在他面前都是 都是弟弟辈的啊 你要习惯 咱们的人物越来越大啊 陶伯伯 电话就响了 插班级插不住啊 喂 你好 这里是广州小区区啊 我姓陶啊 陶啊 听着称呼 陶啊 是 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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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手掌啊 有什么指示 长话短老啊 现在十万火急 我儿子啊 这个小丁 小伟啊 啊 您公子 丁丁啊 丁伟啊 怎么叫丁军伟 说 我命你啊 你亲自带队去 然后把这个叫太子酒店的 给我砸他啊 给我砸他 听见没 别问为啥 我儿子要求不过分的 你就全给砸他啊 顺便这个查查一下 那个怎么还 地下还有赌场 那怎么啊 那什么玩意 那是啊 还有服务员 是 是 是 我亲自去 老体啊 老陶 该手部署啊 那也绝对够人物的 啊 建国以后呢 有几个老陶那个人物 陶伯伯啊 陶亮的那么牛逼 陶伯伯你想啥样 见他面前 非常刻意叫手掌 那老陶亲自下令啊 老陶当然了 不能绝屁股去远 那必须有实随准的 啊 老陶装一下 打电话 打给他的副手啊 有一个叫朴令的啊 姓朴 他的性格挺挺另类啊 这比当年在广东省 也可以说 非常牛逼啊 干了老多这些 这个恶势力了啊 你别看他这个身份 他没有权利啊 不用跟你讲权利 就是渴你 就叫朴令啊 打倒不少老虎业 哎 内部的啥的啊 外地 说那个 朴令啊 是 司令 我现在命你啊 咱们首长啊 丁首长啊 丁首长的儿子丁军伟 在广东东莞呢 说玩啊 让这个一个叫什么 太子酒店的啊 这个人给打了啊 啊 他们敢打他 打完人 不说啊 我现在命你啊 赶紧抓紧时间 往那去赶啊 给我控制住啊 保证咱们的这个小丁的安全 出问题 为你失分 你就别干了 这朴令一听 我操 这还了得了啊 你妈的这不玩的吗 我这几番玩 我这脑瓜要没了 瞬间 他又接了打电话 啊 喂 他打给谁了 东莞的小军 小住住 小军军一把啊 就他们内部人啊 老体啊 这人呢叫成峰啊 电话打了 那级别的老大了 老体啊 啊 这个成峰给当地 可以这么说 你输一千万 他去要赌场 任何一家 都能给你要回五百万来 哎 就这面子啊 手下我一千来人 哎 哎 你好 哎呀 飘总 我现在命你啊 集合队伍啊 咱们丁首长啊 这个儿子 在你们那个东莞太子酒店啊 被你给打了 现在啊 我命你集合队伍 马上往那赶 把这个酒店围起来啊 要离三城外长城 飞一个苍蝇 我找你啊 我现在也亲自去 啊 明白没 啊 是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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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 那边铃卡 一拉啊 当国兵的都知道 一拉铃 什么洗澡 拉屎上车 手上买乓乓的 穿衣 相信 小心 小心 灯上 啊 登车 拿武器 妈 今天砸太子辉的酒店 这个梁耀辉啊 跟他好朋友 咱们简称太子辉吧 成峰能不跟太子辉认识吗 啊 电话打过去 太子辉这就解 哎 哦 哈喽啊 对母鸡啊 啊 我是梁耀辉啊 啊 那位 哎呀 丰哥 丰哥 你好 你好啊 丰哥 啊 好久不见呢 啊 我们家又来小妹啊 要不要试一试啊 丰哥 哪位朋友收钱了 你自身 一千万两千万不是钱的 太子辉 你听我跟你说 你把盒子捋直了啊 舌头 我跟你说点事 你贪事了啊 你他妈贪大事了 咱们的了 丰哥 有话好好说吗 哪个朋友收钱不高兴了 别去把闹这事 我他妈朋友收钱你得给拿 我拿你当朋友 我跟你闹啊 你贪事了 贪那么大事了 咋的了 大哥啊 不要开玩笑 吓我啊 吓你 你妈的 啊 你知道你干啥了不 干啥了 我没在酒店呢 酒店出事了 酒店出事了 酒店他们出大事了 啊 丰哥 不吓我呀 我好叛叛呀 你跟我说呀 你们酒店打了一伙人 一伙客人 你们都他妈惹不起的人 啊 知道不 现在我上方给我打电话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公子啊 领导家的公子 让你家人给圈踢了 那脑瓜打得跟屁股似的 你现在贪事了啊 你在哪你赶紧回来 啊 我不知道啊 你这么的 我打个电话 我问问啊 我问问 我问问我家里出什么事情 哎 好 哎哎哎 电话一溜 梁耀辉啊 太子董吓懵了 老体啊 但转念又一想 自己有王牌 也没那么害怕 那不废话 拿电话 他就打给谁了 他就打给手下啊 这老板呢 啥事啊 啥事 他妈的 我没在家 你是不是把天筒窟窿了 咋的了老板 咱这没啥事 天天 谁上咱这惹事 你刚才是不是打了一个人 打了几个人 说一帮人 玩的 人家他妈来电话了 人家这是找人了 是咱们的 打谁了 找谁了 老板 谁能大过你啊 放屁 刚才他妈接到咱们 成峰的电话了 成峰说还是领导的 公子 你说得多大 那都得省里的领导 太子董还认为 这是省里的领导 也吓过枪 说这是省里的领导的公子 你们他妈谈事了 这刘耀东一听 哎呦 那可真是刚才那伙人呢 那那伙人太低调了 打车来干鸡毛啊 乌龙了吗 老板啊 啊 这我给说一下啊 我对上号了 刚才有伙人 让我给打了 打车来的啊 那太低调了 那关键是因为啥呢 因为咱家吧 不不像照相吗 你也知道 对啊 那不能照相啊 照相 他妈给那家照相 好像还摄像的 那手机拿的 你别他妈巴虾 哪有他妈摄像手机 照相手机 不是 这一说太对了 这是高人的 他拿那个手机 确实能照相 我都看图了 跟咱家服务员合影 有这事 那你也不能瞎教育啊 到咱家来的 飞拳机柜啊 你能惹起吗 还是我能惹起呀 老板 那打都打了 打啥样啊 没打啥样 说就就就 给几电炮 全提了 你妈贪事了 行了 我知道了 好了 我解决 说太子辉 把电话一撂啊 就合计 这可咋办呢 啊 这不扯鸡不得人家吗 啊 拉倒吧 啊 我再打电话 我看看啊 能不能让鸡呗那个 哎呀 别扯了 啊 我去吧啊 太子辉离的当时东莞不远 哎 他给东莞附近 这笔下车从这个下楼从这个别墅啊 开着炮车 这笔有一辆一千来万的炮车 一百八十万的速度就往这赶 那你看这边 这个正当太子辉往这赶那时候 这边可就出事了 没想到 陈锋啊 这个队他们就先到了 太子辉又给他打个电话 风哥呀 那个谁打的电话 不行 我跟他说一声 你跟他说一声 啊 那朴令 朴令打电话 但不是朴令孩子 我知道 那朴令打电话 啊 那让你说 你跟他说 好像我跟你说啥了 似的啊 好像我他妈跟你穿一条裤子似的 就捡男子啊 说你别打电话了 你不行 你来现场吧 啊 我都到现场了 什么 你到现场了 我到了 好了 不给你唠了 再再说吧 都有了 啊 这边一百人 那边一百人 把这停车场啊 这边包围一下 啊 来的人玩的都是开车的啊 包括参加的客人啊 参加还有这个 那啥 咱别瞎他们 那啥 太子辉也挺厉害啊 万一太子辉王牌的 成风非常聪明 这二百人呢 原地待命 老铁啊 就在停车场那边休息 云山讲话呢 这么快吗 打电话也不过十来分钟啊 啊 军委啊 小伟啊 你找的人到了 盯君伟一瞅 耶 真快呀 小成一瞅 操他妈 真牛逼啊 还是伟个牛逼啊 但是我不能让他当一号 这杜成跟丁居委往前上 云山讲话 我不操 操他妈 这么大个手子 给这挨揍 我都妈丢人 啊 谁要提云山 瓢仓 艳艳揍了 你说多丢人呢 啊 那是大事人们敢报啊 这不吗 啊 丁居委跟杜成上前攀谈去了 说你们是哪的啊 对吧 啊 这个乘风一瞅 挨打着个逼亚 说你们是丁居委一瞅 你们小对对的吧 是 我爸 啊 是那谁 啊 是你们首长 也没说是谁啊 因为丁居委也不想太嚣张 因为当着这个底下差太多了 对他爸影响不好 这当时也不知道是谁 但当当时他猜谁 这个乘风猜应该是老陶的儿子 明白没 一号二号首长的儿子就不错了 那也老大了 啊 说那个 那个公子 那个有什么事 咱们等那个啊 朴令那个我的主管领导来 咱们再研究呗 行 我不难为你啊 等这个你们首长来过来啊 我让你砸他 就给我砸他 那不难啊 就是一两分钟的事 那他们二百来人砸一个酒店 不就是就是五分钟多说了 对不对 哎 这小子原地待命也没敢冲动啊 那接下来朴令就到了 朴令一到 朴令没带几个人啊 因为他主要是从那个 啊 外地来的 他没带几个人 开车也非常快啊 一路都打着那啥的 登着呢啊 到这种卡卡车一停 带着十来个随从啊 保护他安全 级别太大了 朴令一下车一背手啊 怎么回事啊 那个 哎呀 朴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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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那个队伍待命啊 请你指示啊 这位公子啊 首长加公司也到半天了啊 我没敢轻举妄动 请你命令啊 朴令 朴令 朴令讲话了啊 他妈他知道是谁啊 因为 严谨领导打电话 告诉他了 一瞅这是丁 丁公子啊 哎呀 你好 你好 哎是那个丁 那个小伟吗啊 丁军伟讲话了啊 是啊 大哥 叫大哥 他妈七人都五十多岁了啊 大哥啊 我是啊 三十多岁丁军伟啊 大哥你是 我是咱们广 广东省啊 小军军小区区的 三四号人物吧 别把我看太重啊 当时该说不说 丁军伟一听 那赵大巴小多了 是吗 那个 那个大哥 你看这酒店 你们领导跟你说没 领导说完了 这个陶司令啊 那意思啊 是听你的 不过分啊 只要不搁炮轰 不把人打死啊 咋的都行 你这样 你去吧 把这个酒店呢 啊 给他砸的 别伤及客人 给你客人没关 先清场啊 再砸店啊 打我这些人啊 一会我处理 你放心吧 啊 城坊 是 都有了啊 原地 集合 啊 啪啪啪 集合了啊 咔咔 想去想去看 小心力量啊 报社长啊 对我集合完毕啊 请你去吃 前面那个太子酒店啊 给你们五分钟时间 结束战斗啊 给我砸啊 刚说完砸 是 是 就听到一个人大喊 且慢 慢点 慢点啊 慢点啊 慢着 哎呀 哎呀 成峰首长啊 慢点慢点 慢点啊 刀下留人的 这人是谁啊 瞎得像狗似的 太子葳到了 刘耀东都吓完了 就差点下面拉固子了 这都惹祸了 太子葳也不能再骂他 骂他没用啊 说那个啊 成峰首长 这首长 哎呀 这这首长一看还大啊 那都快到顶了 这这这这这 我是太子酒店的老板 我姓那个啊 叫梁耀辉啊 杜城听过他白毛鸡说过啊 这太子酒店的老板 当家人啊 真正的老板 这个朴玲一瞅 你是这老板的 是是是 首长啊 成峰一瞅 这是咱们广东省啊 小居女小区区的 三号首长啊 知道吗 叫漂亮啊 哎呀 首长啊 那个给你敬个礼 没当过饼 别废话了 跟我都没关系啊 你开的酒店也不一般 是不是 给你两分钟时间 再一个你跟人家这个 啊 受害方 这个啊 这个少爷说一声 看看人家 人家说不咋 那咱不咋你啊 这个也明白啊 你跟那个我底下都不错 是不是 哎 相馆不是相馆的 我明白 哎呀 别别别 那个 哪位是这个啊 被害者 受害者 丁继维往前一站 杜城就说了 那个 他就是这个东莞 四大少 四大恶人啊 他应该排第二 仅次于我那哥们太子晤 啊不是 仅次于那哥们白毛鸡 他叫太子晤 丁继维一瞅 你是老板的 我是老板 你挺牛逼啊 啊 我没啥牛逼的 也知道这个 他以为就是老陶 他们那类的公子 那就老大了呗 都到天了 在他的面前啊 说我没啥牛逼的 底西人呢 不懂事啊 然后那个 把你们给惹了 好 你妈是惹的事吗 你看给我打个B型 啊 这张怎么算 我可以不砸你酒店 那个你看 咱们能上楼上落楼 啊 然后这个 队伍围的这嘎 影响也不好 啊 哎呀 那还有照相的记者啥 来记者的 那能不来记者吗 小铃一听 哎 他妈的 他妈 把这班那个手机相机 都给我拽的 啊 直接给我 啊 拉你那嘎 滚两天去 妈我看谁敢报 谁敢报啊 老铁啊 你电视台你都不敢报 电视台给你整围的 你信不信 这一句话 乘风到那边 一百一百手 过去十零啊 干什么 我们是记者 这些 什么记者啊 巴巴 全踩胶卷 全吉本冷啊 啊 带走 直接给吉本带走了 走啊 老铁 这咱就不说了 这都是这都是配戏啊 咱们不说 这个说主角 那么当时 你看他说了 说你看 那个少爷 咱们上楼上 咱唠唠啊 吃点茶笋 磕点瓜子 吃点水果 咱们唠唠这个解决的事 给我个机会 太子会像狗似的一样 那你看 定居委瞅瞅 就你的人打我了 来 跟我上去 我看看今天 怎么打我的 哎 哎 大哥 大哥 耗太子会的 博领子像耗狗似的 就 杜城一瞅 哎 我也去 哎 伟哥 这不牛逼的时刻到了吗 小城也跟他上去了 啊 吴双宝一瞅 我也去 宝哥也上去了 尾涛也上去了 啊 云山一瞅 行 那个 小伟啊 小城 你俩处理吧 我放心 我就不上去 云山讲话 我回机场的酒店嘛 接待我的那个 人的地方 对我挺客气 我没挨揍 我上岭在挨揍 万一有高人的 云山的想法非常多 事后啊 云山的这个 想法 他就得到印证了 狐狸还是老的辣啊 姜还是老的辣 狐狸还是这么老的精啊 云山没去 这不云山没去 人家打个车 人家那边送了 送走了啊 知道云山是谁的 就不废话了 你看这边主角 一上楼 把这个 一敌的这个太子葷 一进入乡狗 是太子葷 哎哎哎哎 哎 鸡毛毛 丁军委上去给太子葷 个嘴巴 就你开酒店的 啊 信不信给你砸的 信不信 证死你八百个来活 一回头一瞅 陈小冬敢在那瞅着呢 啊 还有你 他一个嘴巴 哎 就他妈你打的我呀 啊 就他妈你打的我呀 信不信 今天证死你啊 我证死你一千个来活 他没吹牛逼 因为我说了 他校长啊 杜成校长 他比杜成校长 其实伟哥比杜成校长 以后他的事也很 杜成他妈 嚣张不过他 因为杜成 没有普正的庇护 杜成打他八百个来活 打打这个小成 你拼爹 能拼过他不 啊 你俩之间 拼能拼过他不 他打死杜成都没事 我就跟你说 打残杜成 那就更没事了 这不就有普正高人吗 十来个人 那保安安个闪 说我他妈就记性好 你们这几个B养的 全打我了 杜成 杜成上去 啪啪啪 也撤几个嘴巴 说吧 怎么着 菜子不是咔了吗 那个 挨头还得笑说 那个 啊 这位小哥 你看 能不能那个 咱们说一下 咱是哪家公子啊 啊 我对照一下 我大概猜出来 你是哪家公子 但我不知道 你是哪家公子 你他妈配知道我是哪家公子吗 我说他妈吓死你 你信不信啊 我信 我信 那你看咱们得解决呀 这样吧 那个几位公子啊 几位大哥 你看啊 那个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你看 我再给你拿点补偿 只要你说个数 只要这个数合理 我绝对不还价 其实这个机会就来了 你要他十个亿才能够拿出来 你信不信 你那太子酒店地下 一年赢几百个亿 赌场 你别不信啊 一年赢几百个亿 丁军委回种 邦就一天 我操你吗 我操钱呢 啊 杜成啊 我操钱吗 啊 小诚 小宝 杜成讲话了 你妈比我伟哥不操钱呀 你伟哥他爸那个植物能操钱吗 天下都一半是他的 他们的 我操钱吗 别跟我提钱啊 指菜这回鼻子说的 丁军委 说你再跟我提钱 我他妈现在就整死你 你信不信 大哥那你说我咋解决呀 怎么得有解决个方式啊 啊 那你整死我打 砸酒店不也没用吗 是不是大哥 你看你出气要紧 啊 这么的吧 你呢我就不难为你了 你躺动枪跟你没关系 啊 你不就开酒店的吗 那他打我的 啊 给我道个歉 是不是应该的 那是 让他跪下 他们都跪下 都他妈跪下 我再考虑下一步 这太子辉瞅瞅 这个当时的这个兄弟陈耀东 陈耀东一瞅 辉哥 那意思辉哥我跪行啊 我跪也说你跪了 你太子辉要给东晚跪下来 操你们传出去 你太子辉酒店 你咱就扁大了 是不是老铁 陈耀东当时一听 就瞅太子辉 辉哥 这太子辉一瞅 不能跪啊 咋的 不跪 整死你啊 那个 行啊 那个小哥 那既然你这样 那我就不得不亮底牌了 啊 小哥 我差不多知道你是谁家公子 啊 你也不就是省里的吗 这傻逼说 你也不就省里的吧 领导嘛 孩子 啊 无非就是广东一二把啊 太子辉有底牌 也不怕 能在广东那么泛滥 他整的啊 丁丁尾一瞅 哎呀 我喜欢这样的啊 这么一人跟我俩织毛 我还不得一劲 你织牙敢啊 我不是织牙啊 那我没办法啊 多长讲话操你吗 赶紧找人 快点找人 今天不找人整死你 太子辉也真有硬银 太子辉一点没惯着他俩这回啊 但是不敢还手打他吗 他肯定不怕的 行 那我打个电话 我就得给真正的老板打电话 有人说 太子酒店不太子辉的吗 怎么还有老板呢 这老板刘小冬就挺牛逼 太子辉出来 还有老板呢 有 他是那个人的小弟 就把他电话拨出去 接下来我说这个人啊 也可以说手可通天 咱们讲的丁军伟挺大啊 你看这个人啥样 如果说把丁军伟说出来 说他是一个权力斗争啊 到顶端的人 这人就是钱啊 就是钱啊 富啊 富到顶端的人啊 富到顶端的人啊 电话不过程 在对面啊 一个中年男子吧啊 然后这个长相非常这个有气质啊 一瞅就是老板 非富即贵 电话就打过去了 啊 这个大哥就接了 喂 你们先猜的是谁啊 富可敌国 对啊 富可敌国啊 福布斯上过榜 说那个 一哥 一哥 你在哪呢 我在上海 啊 有什么事吗 小辉 一哥 有点麻烦事啊 这个手下人不懂事啊 外来人啊 照相 然后发现了 然后用张家人给抓着了 把咱俩给打了啊 这不嘛 这个 把人给打了 探事了 人家找到省里领导了啊 然后那小队队都来了啊 这不小队队来进入这这这这 啊 然后让我下跪啊 咱给拿钱的不行 谁他妈儿子能咋的啊 哪领导能咋的啊 啊 这不过分了吗 让他接电话啊 我看他妈谁儿子啊 让他滚蛋 行 你看这人啊 都不问是谁领导 说省里领导 那算啥呀 啊 谁人能咋的 让他接电话 啊 我看看是谁 这太子婚搬回一城 笑声喝的 那个 来吧 这哥们 你接一下电话 我们这个大哥啊 也是真正的老板 丁军委拿过来 哎 你谁啊 你是谁啊 你谁家公子啊 你谁啊 丁军委讲话 你谁这么说话 你谁啊 我他妈谁家公子 跟你有啥关系啊 你赶紧滚蛋啊 你要不滚蛋 我跟你说啊 我他妈收拾你 哎呀 哎呀 哥们 啊 那你敢说你是谁不 啊 还你收拾我催牛逼呢 我他妈整死你 你在哪里 你来 哎呀 你哪家公子 你说 我哪家公子 哪家公子 我他妈不告诉你 你不有本事 有本事你查 啊 我他妈不 你他妈 我现在十分钟 我酒店给你砸的 啊 你先别砸小子啊 你不用叫号 我他妈 你给我十分钟时间 我现在就找人 我十分钟不愿你退下去 啊 怎么砸的都行 行 那我等你十分钟 啊 我他妈绝对不砸你酒店 我看你今天能找到谁 电话八灯一料 咳 我 我 我就 一种